我们YouTube好不容易50万订阅了 天哪好感人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支持 支持 对 然后也有很多新的观众 谢谢你们这样 然后我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艺术总监 我们 我们升迁的 从后制升为艺术总监 就乱升 Steven 我觉得他花很多心 是剪了很多很屌的预告 然后还有shorts 然后帮我们打出去 尤其是对我来说很重要 是因为以前 因为我们曾经有被某一群人 激烈的攻击过 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很多人对我们的第一印象 可能就是 啊白独过啊 或是讨厌啊 基因 精英啊 什么之类的 就一些负面标签 然后会让人 看到我们就堵拦 对 可是这些shorts 因为他们很好笑 对 所以一分钟 你讨厌我们 你可能有时候都忍不住 就滑到Peggy 因为Peggy很正 先看 说啊那后来被骗 说啊凯莉出现 对对 Fuck 所以 其实它是可以帮助我们 打出同温层 然后让外面的人觉得 我们好像没有 多认识我们一点点 听起来的 对 谣言说的那么讨厌 对对对 所以很感谢大家 终于50万了 所以不免俗的 50万 好像就要做个50万QA 没错 然后凯莉在IG上面贴文 然后很多人在下面留言 他们想要问的问题 脸书上我也有看 脸书也有 好 那我们就来一个个回吧 好 那第一个是陈老师来了 陈老师谢谢你哦 陈老师也是一个很大的YouTube频道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对 如果中国是民主国家 我们想不想访问习近平呢 那想访问他什么问题 另外我也很喜欢百灵国 未来要去台湾听现场 祝节目越来越棒 对 不是啊 中国不用是民主国家 我们也很想访问习近平啊 这跟是不是民主没有关系 对 We don't care 我们就是想访习近平 谁不想访 Come on 全世界的人都想访习近平 对 想知道他脑袋里到底是狗什么赛 对 我想要问他 他一定超难访 所以你想问他的问题是 他脑袋狗什么赛 是不是 对 那我想要问他的是 他小时候妈妈到底有没有抱他 你不觉得他就是缺爱吗 他就是缺爱啊 对啊 我们有听了The Prince吗 对我们听了The Prince 他小时候就是缺爱 缺爱啊 因为那时候文化大革命 妈妈把他赶走 妈妈把他赶走 Oh my God 他现在要全国 中国人民都一起来陪葬 因为他缺爱 对啊 所以 所以这是我想要问他的问题 好 然后Big Four 好奇你跟凯莉谁比较年轻 看白发吧 我的天哪 当然 当然是我啊 没有 我童言 没有啦 童言俱如就是我 没有 我年纪比凯莉大 大一点点啦 其实差不多啦 然后刘董 想要问最难聊的来宾 天哪 我觉得我们应该脑中浮现很多人 我们标准答案都是讲黄秋生 对 因为他气势太强 我们那时候太能 我们压不住 我们被压下去 我们被压下去 对而且他那时候来的时候 是他最后一个通告 他很累 很累 所以他来的时候 可能就有点就是没有精神了 对 那所以就比较难攻破他的心房 没错 而且因为 就我们也很尊敬他 所以我们也不想要 弄他 就是欸 醒了啦 醒来啦 对不想要跟他一直开黄枪 对或是 欸据点王 就no 对据点王 ok 你讲的好像现在他来很有精神 你会对黄秋生说 欸你是据点王 不会啊 因为我还是很recept他 就是不感谢毒黄秋生 对他就是一个 他在一个神位上面 你知道吗 这有点难 对 对 好还有谁 难聊哦 难聊哦 实际上真的难聊的哦 我想一下 其实这跟后面有几题会比较相关啦 嗯 就是难聊的就是 因为后来有几个 我们其实没有放到网路上的 就是说 有人问说哪几集没有放网路上 就是 第一个就是郭书成 就是那个里长 里长他第一次来的 他第一次来的那一集 我们没有放到网路上 因为太负面了 太负面了 他都在抱怨 对对对 然后第二集是 第二个是 范姐的朋友 是一个记者 其实我现在想到那一集 我就觉得其实 我们现在反应该有能力 让他 应该会比较好 会比较好 对 那一集我们也没有放上来 因为我们觉得那个vibe 后来就不太对 但我有点忘记是为什么 其实他有一些故事很酷 对啊 因为他是战地记者 是很酷的故事嘛 对 可是后来好像就是 因为我们在聊说 为什么他只是韩国语那边 好像就整个歪掉了 就觉得 我们那时候太嫩 没办法handle 然后范姐就在那边很吵 对 对 重点是范姐 对好吧 那就怪范姐好了 反正那是她的朋友 所以她也是要处理她的朋友啦 对对对对 好 然后有一个人在问 Sky John在问说 有没有考虑过 跟对方交换另一半 好 他就说 比如说凯莉配Ivy Ken配大公主之类的 第一 我不喜欢跟 瘦我这么多的女生交往 我会觉得压力很大 你对孕妇有兴趣吗 也没有 我对Kimmy还有 可是Kimmy很温柔 我觉得跟她 一起吃饭是很舒服的 为什么 可是不要吃干湿分 因为我看她 可是她吃东西很细心 你知道吗 我知道 你不觉得很龟毛吗 我觉得很疗愈啊 就很像看那种 小松鼠 有没有 在那边玩食物 手在那边 然后一个个塞到嘴巴里 然后嘴巴塞满以后 再开始吃 带回家以后再吃的感觉 就很疗愈的感觉 把她当小动物 怎么了吗 我永远都记得 好像有一次我们出去餐餐活动 然后你就做效果 轻了她一下 然后你就说 天哪 胡渣好吃 好像是欸 好像有欸 哇 我整个都忘记了 对 因为你说你毛发没有这么多吗 因为她每次都会 一直找那刮胡刀 然后找很久 你就说刮胡刀 不去刮胡刀那有差 对啊 然后你懂了吧 因为她胡渣有够 因为她是个毛发茂密的人 对她就是早上刮胡子 晚上如果她碰到我的脸 我脸都会刮伤 哇 Seriously 对 哇会痛 会痛 因为我真的不会 你看我今天是没有刮胡子 感觉出来啊 我是没有刮胡子的 对啊 对啊 好 再也是Debbie 在问说 访问过的来宾哪位 私底下跟台面上差最多 其实大部分都蛮一致的欸 真的吗 没有啦 因为有些我们看起来 还应该会很无聊 聊起来就真的很无聊 所以没有差 对 对 差最多 你说一关键要变另外一个人 没有 有的是被访了以后 然后后来 在因为意见上不同 然后就开始攻击我们 说后悔上我们节目 这种人倒是有 啊 对哦 有这个人 这个人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目前只有这个人 其实因为K很爱记仇 我没有那么爱记仇 因为我很容易忘记 他在我小本本上面 可是那个人 我真的是蛮不爽的 对吧 你那种不记仇的人 你都会不爽他 因为我觉得你上我们节目 我们也是很认真的推销你的概念 对你要我们穿你的T恤 我们也穿你的T恤 对啊 然后结果你在 你 就脸书或在朋友 脸书下面 看嘛 我们是共同朋友 对 然后在那边说谈 后悔上我们节目 就是宁愿不上 反正就是一样啦 就是什么精英事件 讨厌我们在那边 的那一挂是同一批人啦 对 就是川普时期 我蛮不爽他 就很不舒服啦 我超不爽他的 I know 好 OK 那这个是谁 大家去自己猜 我们有穿谁的T恤 大家往前面看就知道 我故意的 我故意留一个梗 让你们往前看 所以这样子 我可以赚流量 就这样而已 好 然后 Boris在问 台湾现在在热 总统选举 你们有没有要邀 统派及独派的 明代上来聊聊 台湾第一有 有真统派的 政党吗 对啊 真统派 就统促党之类的 可是他们有被选 可能是新党 或民 清明党吧 可是因为大家 也不会一直拿出来讲 对 因为这 拿这个是没有票的 你一直强调统一 这个是 在台湾是没有票的 对 很少 现在只能强调 就是B站 和平 现在没有统 现在就是和平 对对对 那如果要 要邀请和平派 跟独派的话 现在也没有独派 他只是 务实的 他务实派 连清德都 中华民国台湾 对 所以 所以你现在要说的是 一个是 和平跟务实 要邀请的话 当然我们当然 都邀请 好 所以这回到我们 刚刚讨论到的议题 接下来选举了 你有要进去 打泥巴掌吗 你的意思打泥巴掌是 我们没事就是 戳一下戳一下 或者是 不是 就是邀请 邀请他们来 或者是他们说要来 不管是他们 想要业配合作 公开的情况下 或者是 他们就是想来 不想付钱等等 各种情况 因为我觉得上一次 上一次那个市长 跟那个议员的时候 我们其实 故意的跳掉很多 对 因为我们觉得很麻烦 因为我们觉得很麻烦 尤其台北市嘛 对不对 然后我其实又检讨了我自己 我认真的检讨我自己 我说 为什么 会觉得麻烦 为什么我一直觉得麻烦 为什么我一直害怕 那些网络的人 在批评我 我只是想要找人来聊天而已 可是你有很想找他们来聊天吗 好这样 郭台铭 郭台铭我会想 因为你很好奇 对不对 我很好奇他在想什么 然后其实不止郭台铭 柯文哲我也很好奇说 你怎么跟太阳化那时候 现在感觉 感觉路线有点不一样 嗯 说what happened 你到底这几年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被骂到觉得说 fuck you guys 我现在就要走 走 和平路线 I don't know 侯友宜呢 侯友宜 我也很好奇啊 为什么那时候要冲那么快啊 冲进去人家家 所以你觉得这个命令有错 为什么你要接啊 啊 好 对不对 这些都是我的问题吗 那如果他们说我不回答这些问题 你就不会咬了 那我就会在节目上问 然后他们直接离开的话会留着 然后可能 可是这样一发生以后 我们可能就断绝跟着 那个他们那一派的人 未来的所有可以做的交流 我觉得有点可惜 可是 哦 他愿意来的话 我就想要问这些问题 OK 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我知道 不会我也蛮容易嫌麻烦的 因为我会觉得政治任务很难放 我知道为什么了 为什么 那时候我会觉得议员的Juice not worth the squeeze 现在是总统 总统的Juice worth the squeeze 你不觉得吗 好 那就这样吧 好 有机会就访 对不对 因为以前 哦 这边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跟凯莉 去年的一个 准则 就是根据Joe Rogan的一句话 就是 If the juice is worth the squeeze 就是你要决定说 你到底需不需要费这么多力 去做一件事情 你觉得划算就做 不划算就不要做 基本上这样 急不急也出之 然后我们去年都觉得 不划算 对 因为是为了一个议员选举 要被骚 说这议员 Nobody knows 才一个城市的人要投 这个是总统 我觉得OK 你不觉得吗 我自己老实说 我会嫌有点麻烦 因为 就像你讲的 其实你刚刚那些问题 我也很想问 可是他们已经不会回答 可是他们不会回答 他们就跟你打那个 模糊仗啊 模糊仗 然后 你 他们不会真心跟你焦虑 因为他们政治任务 他们没有办法 而且他们是跑流程嘛 他们做完就要到下一趟啦 他们不会真心的跟你讲 他们真心话 他们不会 对 真的好好在这边 花三个小时跟我们聊天 不会 所以你也知道KK秀 我们之所以会 大家喜欢听 就是因为我们可以打破心房 可是我们打破不了 政治任务的心房 结果他们来 对 这好难 所以我会觉得很难 好 我们到时候再来讨论吧 不要反倒 不过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是有意愿的 对不起 我们这一题花好久的时间了 好 来Jerry Lynn说 为什么被叫白读过 很简单 就是我刚刚讲到 那个后悔上我们节目的来宾 那一票人 他们就是讨厌我们 就这样 那有个叫Stanley 目前最想访问 但还没访问到的前三位是谁 习近平啊 你是习近平吗 对啊 好 我有习近平 可是我还想要 Brad Pitt 然后杨子琼 这是我 这是我 你呢 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早比我们厉害的人 我都很愿意访 我好像不太会 去列什么名单 你没有最想 你很想很想 你一定有超想要 阿信啊 五月天阿信啊 对 对你来说一定是阿信 对啊 那还有吗 可能国外的吧 比如说 国外很 啊Dave Chappelle也不错 对啊Dave Chappelle Oh my God 或者是 Cornel O'Brien Cornel O'Brien 对啊 好多啊 好多很屌的人 我觉得太难排了 太难了 太难了 OK 有一个 农会有问题 农会在问就是 除了世界巡回之外 我们下一个想做的企划 是什么 不要考虑成本 下一个想要做的企划 不考虑成本 那就要像Mr.Beast一样 砸钱啊 我就会砸钱啊 砸钱请Conan来台湾 拍那个 对啊 对啊 他才去玩泰国 你知道吗 我知道他要开始了 对啊 就是花大钱 然后写很有趣的企划 然后邀请他来台湾拍片 就各种 就是国际上有趣的人 对啊 他这完全没有在考虑成本 所以也不可能做 前几天我们才跟那个 一个很有钱的人 在聊说 Mr.Beast 他不是拿一堆钱 然后叫大家 就是share他的post 在Instagram上面吗 然后他就会抽人 然后说是我的话 我是超有钱的台湾人的话 我也这样做 我也这样做啊 只要说你愿意分享一个 就是台湾独立的国 或台湾的国旗 然后或者是台湾 is a country not part of China 这句话 嗯 然后tag我 对不对 然后我就抽人就好了 对啊 你要一个人一万美金 这美国人谁不会来抽 对啊 很酷欸 这种就是很简单 很酷的企划 然后用钱就可以解决了 嗯 这效果超好 效果一定超好 怎么没做 哎 赖清德可以做 他现在不敢了啦 哦 因为他是务实的 sorry 好 那再来下一个是 蔡悠晋 想看凯莉访问Kent 我们现在不是就在访问了吗 这 我觉得还好啦 我觉得还好 我们太熟了啦 我们放不出什么屁的 因为我都知道他现在哪 而且我们都 对 干我刚刚要讲说 我们都知道他底线 好噁哦 哪边不能碰 对啊 太无聊了 问不出有趣的东西的 没有火花 对没有火花 嗯 然后Evelyn是问说 有哪些来编完全 全部不能用 刚刚有讲了 那下一个 Irene 想问问 有没有最想拆火的时候 我目前没有想拆火 我没有 也没有想要停 有时候会觉得对方很烦 but that's it 就是 就是工作太多 然后从早到晚黏在一起 或是谁情绪很大 因为上礼拜 我看你看太多了 觉得有点腻 其实我有点腻 所以我上礼拜工作 状态我觉得没有很好 你现在在怪我 感觉在检讨我 没有啊 我说我自己状态 没太好 然后后来我发现 我状态没太好 是因为 因为我被感染了 生病 也扑梗 扑太久 没有啦 好 所以没有 然后有一个Dicky Dicky stay positive 想问问凯莉跟Ken 到底有没有动过 想跟对方上床的念头 这个问题超多的按赞 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 连做梦 连做梦都没有 就算是 我觉得就算纯性幻想对象 Ken 应该是喜欢大奶啦 我猜 因为我看过他以前的账号 追很多奶妹 性幻想对象 不是说老婆 其实不会 就是那种 哇 这个 这句话讲得很恐怖 我以前很 以前 很喜欢 我自己有一个名词 叫做俗力 他喜欢 就是有点台台 很在地位 很重 然后但是很辣的女生 对对 然后有刺青这样 对对对 凯莉太精英了 可能就 八九 八九妹吧 俗力 俗力 那我们最近有个来宾算吗 很辣的那一个 你说蕾拉吗 对 蕾拉算啊 蕾拉算 可是因为他又有混血 可是他混血了 所以不够台 他太国际化 好 OK 好 然后再来是 经典地瓜球 经典地瓜球 超车地瓜球 随便帮你们小推一下 然后开创以来 最后悔想要扭转的时刻 跟百万计划时 想做什么计划 有想扭转 我好像没有什么 真的很想扭转 你会不会想要扭转 你那时候 你时候截图某一个听众 抱怨我们的内容 我想要 我后悔的是 那个有一次在推特上 然后那时候 我们真的被骂到 我就是杀红了眼 没有 可是那时候 真的被骂得很严重 对 然后有一个是听众 他真心就是给建议 然后可是我把他 就是误当成 骂我们那群人 然后我就是骂很凶 其实我觉得你也没有到很凶 可是那时候我们 那时候我们好像就是说 那来八角龙之类的 我觉得那时候 因为我就杀红了眼 所以他整个有点 对方可能有点受伤 对 然后导致其实有一群人 那时候可能就离开了 我们的听众群 然后我其实那时候 后来有检讨 然后道歉蛮多次 可是我觉得那是我 可能目前经历 经营podcast以来 我觉得最后悔的时刻 OK 对那是 其他的都没有那个后悔 那个是我 我想应该也是那个 对 那你自己的 我不是一个会 因为我很多事情过就忘了 所以我不是一个会 花时间 存留在过去 那经营那个 你还会一样的挥法吗 应该会 应该是会 因为我那 其实 我现在回顾我所有被骂的状态 大部分 我都没有 现在看都觉得还好 就算是原住民事件 那句话本身也还好 我也没有指名道姓 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就是 有些人在操控而已 I don't care Yeah 好那百万十想做企划呢 其实没有 就是我们 其实我宁愿是 很多钱的时候 你说百万是 我觉得就是很多钱 可以乱做事情 就是刚刚我们讨论的一些东西 是我们比较想做的 我们没有想太多 百万的企划 你知道我们业务窗口 就是说什么吗 你们如果想要赚很多钱 就乖乖去接很多 业配 然后不要一直在那边说 我们想要赚多钱就要这样 然后又不去赚钱 减肥药什么的都来 我可以披我的脸 披我的脸到那个 吴乙农身上 然后什么团购都接这样 没有啦开玩笑 好那个 对于中国的 有Karen在问说 他其实是在问 对于中国的态度 好像只有我们这太阳洋化 Generation比较在乎 然后作为我们 反共KOL 我都不知道 我们现在被反共KOL 嗯 要怎么样影响到年轻人 然后现在 Karen还会有中国焦虑吗 嗯 影响年轻人啊 我觉得就进行抖音 真的 对 我们就很努力进行抖音 That's all we can do 我小红书做不了 小红书 polling的东西就被删掉 因为小红书还是中国公司 TikTok是国际版 所以他不会那么明显的在搞你 对 那中国焦虑哦 我不太确定 他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看 你讲到中国议题 会觉得很厌烦或烦躁吗 嗯 看状况吧 看我那时候月经有没有来 哦 合理 好 好 那个 LABOTAKU 他想要问 Ken决定当爸的心路历程 没有 我其实没有决定 要当或不当 就是 因为我一直都觉得会发生 OK 然后因为有蛮多人留言 其实说 一直觉得我是那种顶客族 我不想要生小孩的 哦 因为看起来有点像 是哦 对 你看起来不像是 哦 我就想要有一个家庭 然后想要有小孩 我给人家的vibe是什么 GY的样子啊 这什么 这什么答案 这什么答案 我看起来像不想要小孩吗 就自我GY啊 对 我会觉得是顶客 对 对 你看 黑手也是这样说 没错 真的哦 对啊 你对自己有很大误会 我一直有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温暖 然后爱家的好男人 No No What 我认信多久了 Come on 你以前什么样子 对啊 鼠力 鼠力刚刚都这样出来了 可是我一直都觉得说 我本来就是 会想生小孩 对啊 OK 现在就是运气好发生 这样子 好 好 然后 Brian说 有没有讨厌的合作对象 或男聊的来宾刚聊了吗 刚讲的就是 我们穿了他T恤那个 Jason 凯莉跟Ken 两个人更选个 选出三位来宾 一个想上床 一个想结婚 跟一个想杀了他 想上床哦 想上床哦 想上床啊 Brab tip 来宾啦 来宾啦 一定要是来宾 来宾哦 来宾哦 瑞恩好了 因为他都说 自己手指很厉害 I'm really curious 我想馆长 因为我想知道 他到底多大 你知道吗 对吧 大家想知道吧 大家都说 他都说 让那地方妈妈满足 那地方爸爸 我想知道啊 好 结婚 结婚我选曹星辰 因为 因为我可以拿遗产 然后我们就可以 做企划啦 真的耶 那我也要朝乡辰 看他想 就请他挑一个 请他两个挑一个吗 请他挑一个 一个想杀了他哦 我突然他 进去那个 好 好 Dance What are your ultimate goals with the podcast and for the next year 5 years 他在问那个 我们短期跟长期 对podcast节目的目标 其实 对我来说 现在就是我们 老了如果还在做 一样的事情 就是我们的目标 对啊 我觉得这样很舒服 我很喜欢 对 但是可能可以 更有机会 邀请到国际级的 来宾互动 或者是到国外 做更多有趣的事情 然后不要担心 钱啊 花费啊 这些事情的话 会很棒 OK 好 好 那 魏 魏想要问一下 我们想不想 放字幕 他说有些时候 真的很吵 没字幕的话 不懂我们在说什么 我想说一下 我们现在 现在其实我们 都有尽量的让 那个AI 在跑我们的KK秀 所以理论上都会有 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因为 我们还在跑 速度比较慢一点 就给我们一些时间 那 还有就是我们很吵的话 其实AI也是听不懂 我们在讲什么 我们自己有看过 那边就是一堆 AI的 奇怪的话 所以就不是我们 那时候真的讲话 所以也没有办法 sorry 对 好 然后 Welda在问什么时候 第二季的Tough Bowl Bus Tough Bowl Bus 就是因为我们第一季 花很多钱 然后其实成效 我们自己很开心 有学到东西 可是有限 所以我们要做 也是用我们现在 用Reels的方式做 用Reels的方式做吧 用手机拍一拍 会比较划算 Cost effective吧 对 划算 我们也比较 我们也比较擅长 我觉得应该要做擅长的事 比如说Podcast的形式 或者是拍智障短片的形式 对 OK 好 那再来是 This is the second This is the second 好 那访谈来宾后 对谁的印象 颠覆原本的预期 我觉得Miss Pouille Miss Pouille 对啊 因为原本我想要邀请她 只是因为她的粉丝很多 我就很屌 然后没想要聊完以后 我发现她超屌 都没看到我直接站起来 跟她握手 看超老人 而且我觉得很可爱是 你会觉得Miss Pouille 是一个几千万的大网红 可是跟她聊过天以后 我觉得她也很开心 然后还在她自己的 两千多万的IG频道上 分享她在我们节目上 讲的片段 对啊 Oh my god Atsuko也是 Atsuko也是 Oh my god 其实她们都很nice Yeah 然后我们也会私讯啊 然后还会录音聊天 就小聊 就会变成朋友了 就很开心 对对对 好 那Sweetheart想要问 大公主什么时候 开始只吃干干的食物 然后发现自己 只喜欢吃干的食物 然后我先说一下 这是我发现的 对 我都没有发现啊 我只觉得她很难搞而已 我们去年 一起去日本的时候发现的 对对 好像是 对 我就说 欸你是不是东西要分开吃啊 干湿要分开 干湿要分离 然后她说 对耶 然后凯莉才发现 她 她们交往十几年以来的一些误会 原来都是 来自于干湿分离 来自于干湿分离 好 然后有一个叫 安娘问 想知道一些被剪掉的内容 可以透露一下吗 这剪掉的都还好 很多都是人民吧 很多是人民 或者是呕吐 来宾说不行 呕吐的声音 对 有啦 呱吉有在呕吐后 说出一些 不适合播出来的话 对那真的太不适合了 没有办法透露 我们要等她选立委的时候 我们再出来 好好 我们不会随便免费的给出去 你看到有人就是 在留一些就是黑寒 可是那些黑寒的音质都超好 那就是我们 就大部分的黑寒 就是手机投录音 然后藏在哪里 所以回音很大 对 那音质超好 我觉得就是我们 对 这样跟大家讲 好 然后 Burn在问 看会让自己的台湾 接受 让自己的孩子 在台湾受教育吗 我觉得会啊 Why not 他自己也在台湾 受一些教育 对啊对啊 就是看多久而已 可是一定会的 好 Ted想要知道说 为什么要做双语 报新闻 然后 真的可以白灵果吗 因为他说 英文只有一小段而已 哦 那 我们一开始 在最早期的时候 我们是真的做白灵果 第一 我们那时候英文比较好 因为我们从国外回来 那时候我们还没那么 刚回来 对对 没这么台 相对刚回来 那个时候 金音味之中 很讨人厌 那时候回来 差不多六年而已 而且超级不接地气 搞不出状况 但是因为做纯英文 跟一半中文 其实让听众压力会比较大 会感觉很像在学英文 嗯 大家如果看Artco那一集 在YouTube上流量就知道 英文的大家还是会比较压力大 对 没错 对对 OK 好 然后 宣 宣 宣想要问 有受挫 想收掉节目时刻吗 没有 没有 对 然后Alex You 想问 白灵果想访问我吗 基本上会丢一句这样问题的私讯 我们都不会访 对 不会 然后有一个叫Sund 白灵果周日夜 对周秋日的人来说 太不友善了 特别是不住在天龙国的人 有没有机会在周末加开呢 或变成周末夜 周末夜我觉得不太可能 周末夜有难度 不过如果有厂商邀约给我们钱的话 我们是愿意啦 其实我们之前有做过啊 像去嘉义跟台南 嗯 算是嘛 就等于是 不管是政府或是企业邀约 然后我们就去 等于是有趣的演讲嘛 对 有趣的演讲 有趣的live podcast 没错 好 邱 邱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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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这样念人家的名字 我不会念啊 邱穹 邱穹说大公主什么时候要上KK秀 大公主 对啊 她什么时候要上 不行啊 可是她很害羞欸 她讲话跟像蚊子叫 没有人听得到 她讲话真的很小声欸 她讲话真的很小声 我都会说你刚刚说什么 说你 然后都会说你用打字 你刚刚讲那话听得到 她在说什么吗 她兴奋的时候会很大声 什么呀 像我们 像我们 哎 不是她 我们昨天在线上开会的时候 她说哎 那句很好笑 你可以再讲一次吗 她那个超大声啊 对吧 对吧 你记得吗 大哥哥那句很好笑 有来现场就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OK 好 那欧马克在问 Steven还有没有空 可不可以帮助马克的信箱 Great again 没有Steven被我们玩坏了 他刚来录音室在地上睡觉 躺在心上睡觉 不行啊 他是我们的 不要抢 Andre在问 大公主二选一 如果要跟一个人舍吻五秒 才能救出被绑架的凯莉 你要选谁 其实她不在耶 没有 这我问过她了 她为什么会 二选一是说 大公主会选Steven 还是会选神父 好 大公主回Steven 因为她比较有经验 哦 这个又是内耿 你一直讲内耿 因为她就真的有经验嘛 就是各种的经验 哦 各种经验 各种经验 好 我以为你在讲内耿 好 To my sea 想要问 如果可以到对岸 你可以跟凯莉想要去哪个城市呢 跟为什么 给你先选吧 西藏跟新疆 不好意思 选了两个 的 没有 拉萨或是 到对岸 乌鲁木齐 我应该没讲错吧 新疆 新疆真的很不错耶 好 我没有走过万里长城 其实 我那时候去北京出差 我没有好好玩 我蛮后悔的 而且我觉得大东还是蛮好吃的 所以也蛮想去的 哦 对 然后那个他们的 那种像蒜羊肉 你也是 在北京好好吃 我想要去敦煌 为什么 那边就是文化古都啊 那个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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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超爱成都 什么热干面 我原本的答案是成都 成都真的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 其实他们自己也是 那个城市也是主打 这是最舒服的城市 其实很多地方都想去 中国很多 就是中国的很多地方 is great 只要不是那个领导人的话 其实是很棒的 OK 好 张玉刚 张玉刚想要问 这我不会念 台 台哥或王伟忠 好 会不会想访他们啦 然后想要问一些电视跟YouTube 做效果 为什么不一样 呃 有机会的应该 的话应该是会啦 但是 我就要看缘分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不认识 你突然要邀访 对方也不一定会接受 所以 可是未来如果有共识的机会的话 有时候就可以顺口问一下 那有 有好的议题跟切入点就会访 那好 OK 哦你真的很棒耶 不愧是有去过传统媒体的人 你干嘛 你想说我是什么 双面见人 关枪 关枪 我在那里已经很不关枪 How How 想要问 疫情时有线上聊天 然后有机请呱吉来救火 那其实原本没救火的话 我们有说在节目上 要邀请大咖 那个大咖是谁 哦 这个是一个 谢谢他 因为这一定是很 我忘记超久 脑粉的人 才会记得这件事情 就因为疫情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 大家都被关在家里 因为是lockdown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找 找一些朋友来 一起直播聊天 嗯 然后曾经有一次找呱吉 不过原本 那个礼拜是要找 是原本有 可能会来的来宾 最后 对方说不来了 嗯 所以我们就找呱吉嘛 我知道那个救火的大咖是谁 可以讲吗 蔡英文啊 原本是蔡英文要来吗 原本是蔡英文 他们有医院要来 对 但是 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确定的答案 因为他们看了坊刚 觉得有一点点小concern 然后来回了 讨论几次之后 最后他们决定不来了 他们应该是说那行程上不能安排吧 是啦 他们当然是这样讲啦 他们这样讲 但我自己觉得应该是反刚 因为我们疫情来 就是要问疫情的问题嘛 对啊 对啊 so 好 那下一个是 Dolphin Dolphin Chen Dolphin Chen 好 经营百灵果期间 我们什么情况下 想为了钱 抛弃一开始的理念 目前好像没有 没有大钱啊 台湾可能比较 中国还没有人 就砸这种钱过来吧 没有 没有 没有吧 我们一直在讨论 到底多少钱 才会让我们抛弃理念 你说开始舔贡吗 舔贡或者是卖掉频道之类的 我们都还没有听到一个 第一没有人offer过啦 讲的好像有 讲的好像有 没有 没有人对我们有兴趣 因为大家可能知道 我们开始讲违心之论 就竟然假 对啊 多少钱呢 我也不知道 真的有需要看到 我觉得要多到一个爆炸 然后多到完全不合理 我们才有可能会接受 所以不可能会发生 对啊 我跟你说 就算我们现在开一个 很低的价钱 加到一千万 也不会有人offer 所以干嘛呢 我们开始讲 舔贡的事情 也不会有人信啊 对啊 都觉得我们在反串 因为其实做这种洗脑 是要很细致的 好不好 不是找一个钱 叫你开始舔贡 就有用啊 要慢慢来 对 所以不可能 要我们要 我们自己要内健 作风优良 能打肾脏的精神在里面 不是这种嘴巴讲一讲的 我们没有内健 做不出来 对吧 好 然后最后一个是 王子 王子想要问说 有没有 有机会要找 要选总统的人来访吗 好 这就刚有回过了吗 最开始有回过 OK 有机会就要 谢谢大家 我们50万 一路走来 真的是谢谢你们 然后我们希望 我们可以继续成长 看我们接下来什么时候 可以一起再做一个 100万QA 大家再来 问你们想问的问题咯 你知道很多时候 就100万 很容易卡关 所以很多人都会 做什么70万 或80万QA 就是因为 他们100万卡太久了 因为我们也没有 那么喜欢做QA 还好啦 蛮好玩的啊 因为我们其实没事 蛮常回答的问题 没有啊 这是很认真的回 这是小 比我们平常 再自由一点点 对 什么穿T恤那个嘛 讲到就我爱讲 干的 明明就在你 你放在心上 还讲到我 就穿T恤那个嘛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